好 現在開始醃了 現在我先醃了焯爬 首先準備一下香腸 因為本身要醃一層 焯爬要放進去 你又可以用這些錘子 放進去 用筆也行 用這個也行 用錘子也好一點 方便一點 剛好有的 如果沒有也可以買 隨便你 你也可以用那個 筆也行 好 你可以看 這樣 是嗎 都要不要翻轉去搭 可以 翻轉去搭 更好一點 這次有肥 不過不緊張 就要做肥 因為一陣間煎的時候 這些會很難的 抹開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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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不要亂 如果亂了 一陣間鑽一下 鑽一下就很難的 好 搭了之後 先放在這邊 這次製好了 好了 我又準備凍冰水 哈哈 比喻我們有沒有凍冰水 哈哈 沒有 OK 先放在這邊 因為我們沒有滑 好 好了 沒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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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入冰箱 因为我本来在中间的味道 当然喜欢更重的味道 香茅的味道 所以 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的 今天这些 可以是 今天你们是怎样煮 等待你们的后味 但是 如果你试过 真的好吃 为什么不吃 说真的 吃东西 如果真的可以 如果真的可以跟 为什么不吃 好 现在开始了 切了 切小了 那如果 不切碎 用到 grinder 你行不行 应该可以 只不过 因为 如果 加些 grinder 用grinder 可能会 好一点 但是 我也不知道 味道是怎样 因为 搬散 这些东西 可能不同了 都是不同的味道 但是 我相信 都可以 可以 grind 这样 如果 你grind 了之后 这个料 是 没有那么 硬的 是不是 没有 一个 这样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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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头 我加些3粒 3粒 不要太多 因为那个猪排也不用太大 大 香茅是要多些 兩個好些 那是香茅 因為主意是香茅 所以味道是有香茅的味道 有香茅 野菜 玉米 玉米 1,2,4,5, zehn 1,2,1,4,5,10 1,4,5,1000 香茅不容易切粒 香茅不容易切粒